我介紹這本書是叫《三角演儀》 作者是叫羅冠宗 這本書是記載了東漢末年 藝術吳山莫國家之間的鬥爭故事 這本書可以體會到很多人生處世的道理 這本書記載了描寫故事人物的性格很突出 例如曹聰是一個很奸狡的人 周宇是一個獨技心很重的人 諸葛倫是一個有聰明才智的人 張飛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 反而是一個有義氣的大英雄 而劉備就是一個很善用人才的人 這本書另外最深刻的故事就是叫《草船借戰》 這個故事裡面記載了 所以諸葛倫不用一兵一桌就可以騙到 很容易地騙到曹聰 十萬多子戰回來 這個故事令我體會到 凡事遇到困難的時候 要多方面地思考 留意身邊的事物 以及要冷靜地去面對困難 這樣才可以解決問題 成功達到目標 好 今天我的分享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觀看我的分享 好嗎